冰冰哥,午安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冰冰哥,我们先解读一下今天的大盘公式 因为指数今天试图要占稳11000点之上 可是11000点往上突破之后 现在盘势稍微有一点点在创高之际 有点开始纠结,有点开始保守了 那不过外资昨天是大力的买进了台股将近有百亿元 在结算过后看起来还是全力要偏多操作 但是日K线毕竟已经连续三天的红棒往上攻高了 如果今天的日K转为是收黑K的话 短线会不会开始有点高档往下震荡 其实这个部分各位投资朋友不用特别的担心 因为在连续几日的长红上涨的一个状态 其实这边大部分都是属于多头在凝聚攻势的一个状态 即便今天是出现一个稍微放量 但是它没有失控 只要没有失控的量能 后续再秩序往上攻高的机会 还是相对存在的 目前还是请各位投资朋友去看一件事情 就是因为在多头行情 不要看到一根黑K就觉得什么 行情是不是要转空了 而是要看什么 下方的支撑点 支撑点破了之后 我们才认为整体行情 转向个比较弱势震荡整理的一个状态 近期来讲还是请各位 以比较相对偏多来做操作 是相对比较好的 尤其鸿海近期那么的强势 鸿海又是台湾的第二大全职 在这样强势格局之下 短线看起来好像没有休止的这样的迹象之前 其实都还是上涨的机会 是相对比较大的 好那不过这一波台股反弹了将近有两成 散户投资朋友到底有没有赚到呢 获利现在是不是已经放口袋了呢 我们要请教志斌哥散户跟赚的距离 是不是还是蛮遥远的 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今天帮大家做资料 因为大盘指数从去年10月份出现了一波沙到底的走势 可是呢1月以来呢看起来呢又是一波涨到底 今年呢指数已经是飙涨了大概1700多点了 非常的疯狂 很多散户是完全都想不到 只有想太多 是没有想到会金金涨 那我们来看一下为什么说散户赚不到呢 因为呢大家没有料到吗 1月以来这个行情竟然会这样一波往上攻到1万1 那很多散户其实今年来呢 看到台股反弹呢 他是不敢做波段操作 他可能都做现股当冲 现股当冲呢我看很多网友就说 他都在追高杀低 所以算下来整个低级到现在 还是赔得多赚得少 那如果呢我们看这个富邦VIX跟T50返 这两档盘面的避险ETF指标 你就可以看得出来了 你看哦在今年1月份台股反弹的时候 富邦VIX蓝色这条线是往上狂飙 那T50返1呢你看一路以来哦 他的融资都在增加 富邦VIX的融资呢增加的更多 表示呢台股反弹 其实很多散户都觉得 我应该要赶快来进行避险操作了 那放空的呢也很多 最近虽然这个融券回补的高峰期 已经快要过去了 很多个股呢都已经补完了 可是呢近四个交易日 上市市场集中市场 融券空单还增加了17万张 结果这17万张现在怎么办 因为四天呢台股是涨了230几点 涨幅2%左右 那当然空手的也很多啦 很多人根本没有进场 因为你如果看大盘的融资余儿来看 其实今年增加的非常非常的少 那为什么呢 因为呢大家想很多嘛 1月呢怕农历过年会变盘 2月呢3月份呢怕这个清明节来 清明过后会变盘 结果清明过后呢没有变啊 指数是一路的往上攻 那为什么会形成这种一波涨到底的现象呢 因为现在ETF的资金比重拉高 还有城市交易盛行 所以很容易就形成这种单一方向 一波到底往下或是往上的走势 所以冰冰哥啊 散户总是其人忧天嘛 我们担心贸易战 担心经济衰退 担心财报 这是一种人性正常的 可是法人现在说了 趋势是胜过一切 我们看昨天的这个台子期结算 外资就大获全胜了嘛 散户现在跟赚的距离好像有一点远 应该怎么办赶快救救大家 好 这个部分请散户 大家请摆脱你的一个宿命 为什么呢 因为你看下一张的投影片的一个部分 其实在散户在这个过程当中 大家可以看一下 从2月20号整体的行情 就已经来到整个比较属于 开始上涨的一个中波段了 因为通常散户会开始做空 并不会是什么 并不会是刚开始的时候 而是涨到一个阶段之后 它开始呈现空方的布局 我们来看这个就是 散户的小台抽码指标的这个部分 大家可以看到 2月20号的时候 其实它来到相对低点 低点代表什么意思呢 低点这个是0.4 0.4代表 我做空的散户 比做多的散户 多了多少 多了四成 多了这样高的一个比重 因为涨了一段之后 大家都觉得什么 高点到了 想要开始做空的一个布局 那这做空的布局之后 就知道什么 行情就往上嘎了多少 205点 这么大的一个行情走势出来 然后等到什么 等到又再次来到一个空方相对位置的时候 你看它比重拉高的时候 又会是另外一波的走势做一个呈现 平均这四波 从2月底到整个4月的一个走势 平均嘎了四波 都是有什么 有散户开始最空的这个时间点 开始网站做嘎单 那这是为什么呢 这是散户有它其实的一个特性 就是我们回来看一下下一页的投影片 其实它投影片其实很清楚的跟你讲 这个小台的散户多空的指标 到底是怎么样去做呢 其实我们的计算方式 其实很简单 我去把交易所的这个小台的提货筹码指标 列出来之后 它大概会有一个4万多口的一个口数 那去扣掉什么 扣掉法然操作 因为市场上除了散户就是法然 那这个把它扣除掉之后 就会得到纯散户的操作 那为什么选小台不选大台呢 因为小台是通常是资金比例 比较低的人在进行操作的 资金比例太高的时候怎样 它会去往大台做布局 那通常我们在期货市场上操作的时候 大资金的人通常还是比较相对属于赢家 那小资金的人都是因为什么 原本的大资金做到最后变什么 小资金最后在做选择权 所以它本来就比较容易看错方向 那当这些的散户比重相对高的时候怎样 就会呈现比较弱势的格局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投影片 多方的比重它是什么 小台的未平常去减掉什么 三大法然的多单 然后再除上整体小台的口述 所以这样就可以到什么 散户多单的比例 然后呢在反方向减掉空单之后 就得到空单的比例 那这两个相减呢 就是我刚才讲的多空的比重 那目前来看到散户为什么会一直呈现 在高档的时候去呈现比较放空 那低档的时候又不敢做多呢 那我们来试试看一下 到底是为什么这样的状况 现在张投影片 其实很明显的 因为在散户的特定有什么 涨都要等什么 等回档 每次要等回档 我才愿意进场做承接 因为我不想把价格买太高 那你来看一下这边的走势 通常散户开始做一个什么 多单进场 因为这个比例是反的 通常越来越高代表散户的多单比重越大 所以才会成为散户空单越来越少 所以这样的情况 你看都在什么 都在出现台指出现黑K的时候 才开始做大幅度的加码 但是加码 加码是不错 等回档加码这个动作并不见得一定不好 只是因为散户等下还有另外一个特性 所以造成它更惨的一个情况 你看在3月4号 3月11号 3月26号 这三次 其实指数都有出现回档 散户也都有跟着进来 都会想说我要赚这个波段的产生 那为什么到最后散户赚不到钱呢 大家来看下一张投影片 其实很明显的这张 你看当它小幅度上涨 小幅度上涨 3月6号小幅度上涨 3月13小幅度上涨 3月29小幅度上涨的时候 看散户又马上跑掉了 又空单比重又增加了 刚涨到整个指数的上缘之后 就开始放空 以至于什么 后面那段又被嘎到 变成什么 我明明回档承接到了这档股票之后 然后上去之后 涨上去马上又卖掉 然后卖掉之后 又后面又嘎了 一整段的行情 做一个产生 所以这就是这整波 为什么我们的散户 一直在做空 又没办法赚到钱的原因 因为散户还有另外一个特性 就是什么 它空单持仓的时候 会很轻 因为什么 因为一直不想把自己的部位做一个出清 所以这造成整个行情 就一路的嘎里的单 嘎到行情结束为处 尤其是在这段期间 因为我知道很多散户会去看什么 看出外资的法人筹码 好像没有特别的多方 甚至在结算之前 还空单持续的增加 就是它的空单的比重在增加当中 那这个增加的一个状态 就让散户什么 觉得应该不会这么强势的拉抬 但是大家有没有去看到它现货的筹码 其实不断的加码的 甚至最近的一个红海走势 强势到这样的状态 其实如果 我相信外资的比重进去的 也相对比较高 那这样大全值的股票 如果进场的时候 我是不是要买期货来进行避险 所以其实增加的这些单 是期货的避险单 那期货避险单之后 增加的一个口述 被散户同事人误以为说 行情不会这么大 所以就造成了整个台股指数 就一路的向上做一个攻击的一个走势 所以这边来讲 就请投资朋友 在接下来的操作 其实就要特别的注意 因为其实在目前 目前我们散户的筹码的一个部分 还是属于什么 偏空的比例相对高的 就昨天而言 整体散户的多空比例 还高达四成四 这显示出什么 我做空的这个投资人 比做多的投资人还多出了四成 那这四成这么高的比重 会代表行情 后面有机会继续拉抬 如果今天出现小黑K 记得如果这个散户的空单比例 出现下降 请这些已经进场的投资人 忍住 因为后面的行情 还会相对比较大 记住我讲的 回到台股指数的那一页的时候 其实就可以看到 因为我们现在看的是支撑位 千万不要去看所谓的 黑K就马上跑 看支撑位是看哪边呢 基本上大家可以来看到 目前下方 我都画在下方 我都不画上方 多方趋势不看上档压力 看下档支撑 看4月11号的这个位置 这个是短线你要注意的点 这个点不是说转空 这个点只是说 来到这个位置 是压回测试 测试我整个多头趋势 是不是要继续延续 那等跌破什么 跌破4月12号的低点 我再转回就要保守 转成什么 转成一个区间震荡的思维 等跌破年线 我再正式转空 千万不要在这种大涨了一波的行情之后 快速的就转 把自己认为高点到了 要往空方做布局了 这边提醒给投资朋友做一个参考 好我们先请教冰冰哥讲到这边 我们回到现场来请教冰冰哥 冰冰哥刚刚我看到了这个富邦VIX 又开始出现了连续买单了 我们说散户跟赚的距离好像有一点远 因为台股一直往上创高 结果像富邦VIX还有T50反应 他们的融资都一路在增加 那为什么刚刚又买单上来 现在富邦VIX涨了2%多呢 因为今天亚洲股市大部分都在跌 都在拉回 那昨天美股四大指数 也有点高档震荡 只有费半继续往上创历史新高 所以台股到底有没有可能会独强 因为照过去的历史经验来看 台股就算独强也不可能独强太久 要么就大家一起好 要么就大家一起往下回档震荡 所以美股跟陆股的后市你怎么看 好如果就这个部分的话 我还是要跟大家讲 就是大家其实会一起好 为什么会一起好 其实从美股这个角度来看的时候 其实因为台湾其实最近吵得最热的议题 当然就是郭董选总统的议题 就是选举行情 选举行情的这个议题 那当然美股想当然而 它的最重要的也是什么 也是选举 对 川普也是要选举 其实川普表态的情况 其实还蛮明确的 其实他就是要参选2020 而且他寻求什么 寻求连任 寻求连任就只有一道 就是股市不能跌 所以一直呛FED主持 对 他就是为了这个方向 所以他股市不能跌 因为FED如果持续升息 就会造成什么 紧缩 紧缩就会没钱 没钱股市就会抽离资金 抽离资金 股市没有活水 就开始会走弱 所以他们担心的是这件事情 所以他会不断的去呛FED 就是你不要升息 让资金持续在股市 去把股市创高 这也是华尔街为什么有恃无恐的原因 因为他决定就是你就是要选举 所以选举就是要胜选 股市太差就不会容易当选 所以这个情况就会让股市持续往什么 持续往去年的10月初的这个高点的一个位置 也就是在我们图片上这个这个地方 2018年10月3号这个高点开始向上做一个迈进 目前小道雄指数还有一段的空间做一个存在 甚至在4月 因为接下来两周 是美股的一个财报电子族群的相对重头戏 这些不管是Facebook、Intel、Google或者Apple 在这段时间接下来两周之内都会进行公布 就会引领美股美股指数向上做一个政治震荡的一个幅度 做一个出现 如果这段时间美股的财报不要太差 因为差其实已经是全市场预期的事情了 因为大家都已经知道第一季的财报 会因为过去激期的一个关系 而产生比较大幅度衰退的可能性 甚至有一些机构他在预测心 可能第一季衰退大概这9个percent都是正常的 那在过去金融在这一周 其实公布了一些金融的财报 其实出来并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悲观 甚至摩根大通或者是整体的一个花旗 其实表现出来的数据并没有大家想的那么的差 所以也让大家对于什么 对于整个在后续的电子财报 其实也同样带有乐观的角度 所以美股即便要跌也都是呈现横盘震荡 那横盘震荡进入财报周周 如果表现又出现好的 就会呈现拉抬的走势去挑战这个10月的一个高点位置 因为目前费城半导体指数已经快速的早就站上去了 不知道站上去到10月高点多久 现在费城半导体指数而是看什么 看一个压力的一个部分了 因为看到之前目前3月21号高点这个位置 来观察那个压力点 只要没有跌破 整体还是属于偏多的一个思维 那讲美股的一个相对强势 那入股呢 因为大家可以知道 最近从台股为什么一路的向上强势 最主要原因是什么 他就是跟着美股入股 只要是美股如果入股那天就会相对强势 把台股带起来 呈现一个开低走高的一个格局 美股强势呢就呈现开高 那即便入股成呈现比较弱势也是小幅度收低而已 所以你会发现 台股跟着美股跟着入股这样一直走上去之后 才是呈现目前的一个强势格局 那入股后市呢 后市到底会不会继续做一个 只要正向上涨的格局 这边来讲是机会是非常的高的 因为大家可以知道 5月是MSCI跟FTS1 就是这些副实这些指数 开始要正式纳入这些资金 就是纳入它的一个指数 把入股这些挡住都纳入指数里面 所以这些就产生什么效应 钱 那资金的效益会在什么时间进来 它总不会5月再进来吧 所以它就在4月的时候 开始逐步的把资金纳入 那资金纳入的时候 当然要去找股市做一个买进 会买什么 会买相对大型的股票 所以我们相对来讲 关注的就会是 -10A50的一个指数 而钱又没有进去 其实最关键的指标是什么 汇率 这是汇率的这个部分 汇率这个部分 其实你可以看到 从去年的12月开始 整体的人民币是呈现 大幅度升值的状况 大家要注意 人民币是相反过来的 它越往下 是呈现越升值的状态 所以这边是呈现升值的格局 只要未来持续升值 我相信 入股的走势 会持续的向上做一个飙升 而一般投资朋友 在看入股 通常会在什么时候 才开始关注 就是在大涨的这天 大涨这天是2月26号 大涨了740点 那在接下来就是3月29号 也就是最后一根向上突破那一根 对这一根基本上来讲 它也大概上涨了大概400点 那在前一天就是昨天 其实入股也是呈现大幅度上涨的 大家看一下 在入股大幅度上涨之后 这走势是呈现什么 来回震荡的趋势的 所以在这边来回震荡 在观察人民币 有没有跌破相对低点 它就有机会持续上攻 那持续上攻 对于台股的走势 都是相对乐观的 这是目前整体 对于指数方面的一些 的看法的部分 好那如果呢 对入股跟美股后市 我们都不用悲观 都可以乐观来看 台股后市是继续上演 选举行情吗 因为财报已经陆续公布完毕了 那最近最耀眼的 都是洪家军 冰冰哥今天提供给大家 一个很好的思考方式 因为既然呢 今年已经提前开始走 这个选举的热潮了 那指数呢 现在市场也认为呢 长期维持在万点 不是太大的问题 那我们是不是就可以 比较一下 之前上一届 2016年选总统的时候 那个时候呢 宣布要出马参选的 这些候选人 是不是都有一些 指标概念股在做反应呢 如果说是蔡英文的话 我们今天找的是这个 他是在2015年 2月中的时候 他登记参选 民进党党内总统的初选 那蔡英文概念股是什么呢 大家应该都稍微有点了解 就是生计股嘛 那那个时候呢 忠育呢还是宇昌 那不过呢 其实在蔡英文宣布要 这个登记参选的时候呢 股价就已经开始发动了 那号鼎呢 那个时候呢 也还没有上跪 不过呢 我们看哦 如果从波段来看的话 在2015年的年中 蓝色的是号鼎 红色的是中育 其实都已经出现了 一大波段的上涨 那那个时候呢 国民党是谁代表呢 就是朱立伦嘛 那时候有换柱的事件 所以在10月份的时候呢 比蔡英文晚很多 10月份 朱立伦呢 宣布接受国民党的征召来参选 朱立伦概念股是谁呢 大家当然都直接想到 轮飞嘛 轮飞呢 其实呢 波段也出现了 还蛮夸张 蛮票悍的行情 所以这一次的红海 到底接下来会怎么走 对对对 因为其实这个机会 我认为是相对蛮大的 因为其实为什么呢 因为红海目前的一个 波段涨幅 大概只有35% 那你相对 相比这两档 相对的一个股票 其实差距都还有 非常大的一段 如果相对模拟 你这样的涨幅的话 其实国董就可以 风光的转升 漂亮的退休 因为其实他所讲的话 其实就已经什么 实现了 200块就退休 对 所以今天已经快要100了 对对对 那其实再涨个 它将近100%上去 其实如果 比照这两个的话 其实我认为 就顺势转行了 对顺势转行了 退休从政 对对对对 有点类似这样的一个概念 而且大家要去注意 目前红海的整体的一个走势 如果大家 你去问隔壁的一些小股民 或者是你自己的亲朋好友 大部分都有红海 对大部分每个人都有红海 这股票 代表红海的筹码是相对凌乱的 每个人都有 那你在套牢的时候 你只想一件事什么 如果回到我的成本价就干嘛 要不要先解套一波 对要不要先解套 不是我要不要换红家军股 价相对低的 位阶相对低的 大家都会这样子想 每个人都会这样想 那其实在红海的拉抬过程 应该是什么 卖压重重才对啊 可是你去看最近的走势 是呈现什么 急功上涨的状态 这样急功上涨的格局 就代表出什么了 这个法人甚至有大咖的客户 都进来开始把这个 整个散户的卖压 完全的消化了 消化之后呈现大幅度 快速上涨的格局 你要记住 这个是全台湾第二大的标的股票 这是第二大全职的股票 能够这样子的拉抬 你说相对指数来讲 后续是不是也是乐观的 所以这是整个都是一个 正向循环的格局 所以为什么红海 我们认为他会相对持续有机会 向上做攻击 而我一直在讲 其实不管是我 还是刚才老王其实都有提到 上涨趋势段看什么 不看压力 不看压力 看支撑 所以我们看的是什么 看的是6月8号的这个位置 只要这个位置 没有去劝情失守的时候 其实后续大家可以 比较相对乐观来看待 刚才看到那一张 其实涨幅都那么惊人的 其实大家可以持续的掌握 而且目前整个郭董出来 其实他对整个政治上来讲 因为他在中国美国 相对都有深意对不对 所以深意的一个情况来讲 他在做这些操作 可能目前的负面消息 会相对比较多 但是就整个选举操作层面来讲 如果目前近期 他的什么 负面消息越多 是当要选举的时候 越接近选举阶段的时候 其实负面消息 就会相对越平淡 因为都吵过了 吵过的一个消息 黑历史已经被 吃干妈进挖过了 挖过的东西 其实市场上反应 是相对会疲软的 所以这样的情况 就会让在 接近选举阶段的时候 他反而机会会相对增加 机会是相对比 目前的 台面上的一些 参选人来讲 更大的一个利多 那另外呢 来看到的是 整体在 这个就是在 在整个台湾的一个 环境体制下 因为美国好像 整个川普上任之后 其实带给了什么 纯市场一个 比较属于 欣欣觉得 商人从政 好像也还可以 虽然他是狂人 可是好像带给美国了 有不少的一个利多 那台湾人其实也会有相对这样的期待 所以就这样的状况之下 其实鸿海后续的走势 甚至回到台湾整体目前的一个政治氛围的话 其实我认为这是一个 比较相对良性的一个表现 就是整个会让 不管是 原本套了这些小股民 我这边特别跟大家讲 就是不要这么早放弃 就是也不要再继续操作散户思维 回到我们刚才所讲的那一个东西 就是你当你太早把这些股票放弃的时候 其实回头来看 都会觉得相当的可惜 因为我们操作上来讲 好东西要怎么样 要好好的抱着 通常是烫手塞去塞在干嘛 赶快抛弃啊 对啊 他现在是炙手可热 炙手可热东西 你怎么可以把它交给别人呢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 其实我整体 整个选举还有这么长的一个运作周期的时候 其实大家可以多讲 到明年一月份 对啊 非常久的一个情况的 对 所以鸿海来讲 我们还是持续的乐观来做看待 好 拼拼哥掌握到这个散户的心理学 因为今天鸿海高档流了好长的上影线 刚才又出现了千张的卖单在调节 所以可能真的很多散户投资朋友套很久 闷了很久 一解套就有点抱不住了 那除了这个今天个股期 除了鸿海期很热之外 郁金光期也很热 那郁金光走的当然就是嘎空了 那其实今天 平面媒体也有整理到 这个最近呢 这卷资比高的 是不是也跟鸿海一样 应该要好好把握呢 那郁金光当然不一样 郁金光虽然他的卷资比很高 预估大概还有将近 两千张的空单要补 可是他的回补日 是就在民间了 4月19号 对啊 所以这种高卷资比的 我们到底应该怎么评估 对 因为高卷资比的部分 我个人认为还是要看一些业绩题材 你不要凭着只是单纯的卷资比来做进行操作 要不然这样的情况 你很可能会卷资 融卷结束之后停卷 然后之后就行情就消散了 但是郁金光除了所谓融卷题材之外 他还有什么呢 还有打入华为的供应链 再加上什么 再加上他中国的 苹果跟中国跟印度的市场 他基本上是有降加销售 他还有郭明奇加持 对 郭明奇加持 对 这些大家有望都三月 他基本上三月由亏转移 有望嘛 对 所以就是这些题材 才拉抬整体郁金光 是呈现比较乐观的走势 所以大家如果要操作这种融卷题材的 请多去关注他基本面的表现 搭配起来才有整体短线的推升力道 要不然就是你长线看起来都 可能很快速的就一个回答 所以在郁金光这个部分 因为明天就是回不日了 所以在这些情况 大家就要特别注意 是不是会有可能转生高档震荡的可能性 因为短线的动能不见了嘛 对 就是这样 好 非常谢谢明明哥 今天帮我们带来盘面非常详尽的解读跟观察了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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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